花莲县政府第三梯次接种对象是75岁以上非原住民长者 以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 因为年龄下修以及施打地点调整到逐东 让南北相差40公里的民众都能取得中间值 方便施打 到中午以前共有33位长者接种完毕 刚刚接种完疫苗的长者就跟家人坐在流关区内休息 护理师也在旁边关心长者 叮咛长者回去之后多多观察身体变化 这是不理想第三梯次的接种疫苗情况 那目前现在施打的对象是一般民众就是75岁以上 那原住民就是65岁以上 这是符合的对象 那今天目前截止到昨天晚上大概有预约45位 那目前现在施打的那个人数已经达到31位 那陆陆续续应该还会再增加 会比之前的那个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的人数比较容易 华林县政府第三梯次接种疫苗对象是75岁以上非原住民长者 以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 卫生所主任说总共有45位长者电话预约 那因为这是因为那个年龄下修 那民众的意愿度也比较高一点 对那我们选择东主国小是因为这边的停车的场地比较比较适合 因为年龄下修以及施打地点调整到东主 让南北相差40公里的民众能够取中兼职 也方便民众施打 到中午前有33位长者接种完毕 去找个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